奉随书基督圣明 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举举神的话语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服侍过程当中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没有力量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整个大环境所造成的 所以渐渐地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到自己好像一盏僵铲的灯火 如果我们真的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其实我们不需要觉得孤单 因为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 他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 他也曾经面对过这样的一个囚禁 当时他在服侍的一个环境当中 他面对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在他的同工之间 有些是因为保罗所面对到的捆索 所以他觉得 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惊慌 害怕 所以导致他们从服侍的岗位上退了下来 也有一些同工是因为在真理上走偏的路 所以他们当然也从服侍的岗位上停止了下来 另有一些呢 比如说迪玛 他只是因为贪爱现今的事件 所以他就去了铁撒罗尼加 离开了服侍的岗位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底下呢 提摩泰作为一个年轻的工人 他或许也会受影响 他或许也可能会害怕了起来 我们知道在服侍当中 如果一个人害怕了 他的力量必定会变得微小 所以保罗在圣经当中 在这个他的书信当中 将得来提醒迪玛泰 在迪玛泰后书第一章六节还有七节 我来念 第六节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何眺望起来 七节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 谨守的心 所以保罗 其实他对 按照他对提摩泰的一个了解 他知道提摩泰 在面对到这样的一个大环境 他必定是非常害怕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 求主 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 再如何眺望起来 所以可见 提摩泰 他服侍的这一把火 已经逐渐的微弱 同时 保罗也说 神赐给我们并不是胆怯的心 自己的心其实指着灵 所以神赐的圣灵 他并不是被称为胆怯的灵 所以从此也可见 保罗的这个学徒 他的这个学弟 提摩泰 可见他也是在胆怯当中 所以这个时候 保罗这样子的告诉提摩泰 要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穷劲当中 再次的振作起来 他说要依靠圣灵 我们知道 一盏灯火 如果他将要消灭了 这个时候他要的是一个推动力 他要的是风 所以当风刮起来 风吹了起来 这个火必定能再次的眺望起来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风 它会把这个氧气带给这个火种 所以这个火必定是可以烧起来 所以同样的在我们服事当中 如果我们发现到 至极已经像个灯 僵残的灯火的话 这个时候 或许我们对圣灵的依靠 并不那么的足够 所以此处这样子的说 当我们依靠圣灵 我们的火必定再眺望起来 所以为什么圣灵能使我们的火 眺望起来呢 这里说到因为圣灵 它是被称为刚强的灵 它被称为是仁爱的灵 它更是经手的灵 在我们的服事当中 我们需要有来自神的刚强 或者是神的力量 因为我们知道 做圣工 我们所面对的仇敌 并不是属血气的 而是属灵气的恶魔 所以我们当然 所靠的能力 并不是自己的力量 我们要靠的是神 来自神的一个力量 所以这个力量 是怎么样来基于我们 加强我们呢 就是借着圣灵 所以当觉书在升天之前 他知道他的门徒 在服事的过程当中 必定也会面对 同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觉书这样的应许说 你们要依靠圣灵 因为圣灵必赐你们力量 所以当我们觉得缺乏力量的时候 我们要回归到 我们的灵修当中 我们要回归 来依靠圣灵当中 再来圣灵也是仁爱的灵 我们知道 服事除了需要力量 它的动机也必须要是正确的 所以如果我们的服事 是因为骄傲的 如果我们的服事 是因为别人的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服事呢 最终也必定会走偏了路 所以正确的服事心态 就是以爱作为出发点 而这个爱呢 其实也是神给予的 所以这一个保罗曾经说 圣灵赐给我们 也将会把这个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内心 所以当我们觉得 我们的服事失去的焦点 当我们觉得我们的服事 失去的方向 这个时候我们要检讨 我是否是以爱作为出发点呢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圣灵也被称为是 谨守的灵 它被称为谨守的灵 因为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服事当中 它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服事它是一生人的事情 所以在我们的服事当中 如果我们没有节制 我们没有谨守的话 那这个服事并不能长久 有时候呢 有一些人服事当中 他对他自己并不谨守 有时候一些人 对他的这个真理也不谨守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服事当中 我们需要有谨守 而我们要怎么样谨守呢 就是必须靠着圣灵 结出圣灵的果子 所以我们有自制的一个能力 所以各位听众们 我们在服事当中 我们确实有高潮 也有低潮 所以当我们在低潮的时候 我们要更加要懂得去依靠圣灵 求神将他的刚强 他的人爱 还有他的谨守 加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愿主带领大家 使我们越服事越甘甜 小弟的分享到这里 愿大家平安 愿一些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阿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